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我有快乐症 但是并未离家 跟另一半的感情也还不错 双方家长及周边的人都知道我们两个 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快乐症 就等于是我们两个知道 结婚症 只有我跟 不是是快乐症 是已经分开了 但是没有扯症 没有就是扯了症了 但是没分开 就是不知道你俩扯症了 扯快乐症了 别人都不知道 嗯 ok 嗯 然后呢 嗯那个我 我是 他是围城内 然后呢 嗯 九个月花了500W 嗯 嗯 我自己呢 嗯 是有两个娃 嗯 我有求了 嗯 对 我有求了 然后呢 呃 我有求了以后 我第一次跟他说他特别高兴 嗯 然后说有了就生 然后就规划了以后说去三亚啊去国外啊都要买房子 然后呢就是第二天我说我他就跟我讲他说不能不能要真的不能要 对 然后因为我有两个娃我跟我前面那个虽然有快乐症但是我们感情还不错如果说我要跟他生这个球也就意味着有几个大的问题我的两个娃怎么办然后我双方父母的关系怎么办我还要分给我前面那个得1500个我身家大概在3000个左右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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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扯快乐症了为什么还要分给你前面那个1500个我余心不忍啊那我肯定要分啊什么玩意儿啊余心不忍也能拿出来做也能拿出来做事实一致吗 嗯 因为这个事情是我的我的不对那我没有一起不给1500也至少要给1000吧房子加现金 你们俩所以你说的3000是你俩的共同身价还是你个人身价 共同身价但是在我扯快乐症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我们不是因为感情不合扯的快乐症是因为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呃工作上的事 工作上的事你们就是说就跟人家那个扯证买假扯证买房一样的概念吗 差不多吧 所以你们是真正 是真正但是是假扯证证是真的 你不是屁屁话证当然是真的了 证还有假的 对 相关于你俩并不是感情破裂吗 只是为了达成某目的 然后需要变成两个当时单身的形态 所以去扯了这个快乐症吗 对 两个人根本没有分开吗 对 我有求了 我直到有求了有求了 这说十遍有求了 所以我现在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能我要不要要 因为你我按照你周六跟我说的话 我跟他说了就是不舍 然后呢他当时第一时间知道了我有求了就特别特别高兴 真的我能感受到他很高兴不是装的 第二天呢然后又跟我说然后不能要 因为我有两个娃我要要了以后这两个娃怎么办 就一系列的问题 你这话说的 我们让你跟这个男的声势基于你前面那个家不过了 你上次都没有聊这些信息 你现在前面这个家你还要顾 你又要顾 你还要个鬼的仇啊 你要让你那个你那个老公喜当爹啊 你咋想的 哎还说个鬼 还有什么选项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呀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什么怎么办 我自己想的有两种方案三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一了白了不要了 第二种方案就 我自己想的有两种方案三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一了白了不要了 第二种方案就是生 想怎么生就怎么生 因为成年人得为自己的事情能买单 第三个呢就是生 生的话呢就是等于说这是我老公的 你老公呢 你说这是你老公的 你老公呢 你老公不用参与这件事情的意见 你老公也不必知道 是吧 你老公反正养个十几二十年再说是这意思吗 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因为一为一吧 我就觉得安安老师吧 他有可能不如你专业 我之前跟安安老师一为一了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一为一了 是别的事情 你这个事有啥好一为一的 你这个事就是处理 赶紧处理 你这日子不过了 你搞得鸡飞狗跳的 在大是大非面前 你这些都是屁话 好 那我就处理掉 然后这是一个事 然后第二个事的话 你觉得因为一开始 我跟他说 说就是我还没有考虑好 我说各种不舍 我想要 这是一开始的路径 然后他就说 说在你自己吧 你想生你就生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一开始就是 就是我想着怎么增加他的愧疚感 让他觉得对不起我 因为我一开始的路线是想要 现在又不想要了 怎么跟他去说这个事情 让他感觉对不起我 他知道你跟你老公这个情况吗 知道 他知道你们是假扯证 他不知道我们是假扯证 但是他知道我们是有快乐症 那他就是不知道呗 对 但是他就知道我们有快乐症 离婚了 没离 就是没离家 那他就是不知道你们的实际情况呀 他就是不知道你们的实际情况呀 他以为你们俩感情破裂了 实际上没有啊 对 你想 你跟他已经 没有 你就顺着他说就行了 你就说算了 你说 我就觉得对我的两个孩子 对你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之间 相处的时间也不够 到时候 这个事情出来了 我们可能都没有做好准备 如果下一次 我们两个人都做好心理准备了 到时候我们再好好的 再去要 这么聊呗 我记一下啊 无语 大无语 还说人家不专业 你们这信息 都是说一半 不但说一半的 我的大无语 我对你们 来我这连个麦 上回这些信息都没有 上回都没有什么了 跟老公这个什么 假扯证这个信息 是一点都不带有的 我那很服啊 我真的很服 你们真的 你们去做武的天 可以啊 这取材了 这不是在找你连一次吗 然后 接下来 那我怎么跟他相处呢 如果我要把这个球拿掉 没有任何差别 没有任何改变 嗯嗯嗯 那行吧 那就这两天 我就去医院吧 赶紧的吗 你真的是 嗯嗯嗯 好好 就这样 好吧 我看看 你稍等啊 我看看我还有什么 要问的 我打了个草稿 你觉得我有必要 跟他要你吗 你就说 那我做了这个事情 你说那我到时候 嗯 心里也 有点委屈 身体也受了伤害 你说那你得补偿一下我 随便搞一点 算了 你们这些人太邪了 那就不搞了 随便搞点算了 好吧 那不搞了 十个八个的 我也看不上 那就不搞了 那不搞也行 随便 对吧 你不开这个口 十个八个也有 他六号给了三十个 我知道 嗯 上次你收过了 所以就不开口了 随便你 没有必要 嗯 然后别的 你还有没有需要 觉得需要我注意的 没有 没有 我收回 他进入秘圈的话 我收回 我收回 姐姐真吓人 你太吓人了 你这还来问 你这还有啥好问的 你真的是 你这完全是 你不 你要把家拆了 你要把家 你上房接瓦 你就随时 是吧 好吧 就这样啊 这样了 拜拜 谢谢 去去 你这么随时 日子过得好好的 要上房接瓦的班子 我有时候在想 你们说我出了金贵的关系 这个东西 你们说我到底 我的本意啊 实际上我的本意呢 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一切为我所用 一切为我赋能 每个人都长成一个精神非常独立的 懂得去给别人价值 也能够让别人的价值 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平台 更光环的 这么一个发心啊 我的发心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啊 我现在就发现真的 同样是一把刀 有的人用它来烹饪 有的人用它来犯罪 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 同样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到了不同人的手里 它就产生了不一样的价值 产生了不一样的方向 哎我好无奈啊 咋办呢 我以后也要去修仙了 真的 我怕我这继续搞下去 我自己的内心开始纠缠撕扯了 我的妈呀 我本来是一个逻辑 特别闭环的一个人 你们知道啊